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 全国检察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2019年检察工作 并对2020年主要任务做出了部署 此次全国检察长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首先总结了2019年的检察工作 并对2020年的主要任务做出了部署 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落实到位 推动四大检察 十大业务 全面协调 充分发展 更加主动自觉地履行好检察职能 把各项检察工作往身里做 往实里做 对于社会关注的预防和减少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向教育部发出了第一号检察建议 在今天的会议上也再次强调 对未成年人拉拢 迫使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组织的一律从严追诉 从众提出量刑建议 这要作为一条司法检察政策来落实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日前在北京开幕 会上对2019年法院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1月18号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开幕 会议对2019年法院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并深入分析了当前法院工作行事任务 同时授予40个基层法院全国模范法院称号 授予69名法官全国模范法官称号 会议同时指出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全国各级法院要深入学习领会 结合工作实际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13五规划 圆满收官 提供有利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 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我们看排在首位的是 新限速令来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日前公布 其中规定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 到2020年底 全国范围餐饮行业 禁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到2022年底 全国范围的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 不再主动的提供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我们来看排在第二位的是 民政部回应千年一遇对称日登记 2020年2月2日被网友称为是千年一遇的对称日 针对近期民众对这一类恰逢法定公休日的好日子 能够进行婚姻登记的意愿 民政部表示考虑到2月2日是国家法定的公休日 各地区的办公条件系统管理以及具体规定有所不同 全国不宜硬性规定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对待结婚登记日期 不必要扎堆在一些特殊的日期进行登记 我们来看排在第三位的是 美团打车被约谈 近日美团打车被爆出了新设所谓的出租车感谢费 乘客多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增加轿车的成功率 那经上海市肖保委调查了解 感谢费实则是为出租车加价 上海市肖保委表示就此约谈美团 并且考虑要提起公益诉讼 针对此事美团打车表示 对给行业营运秩序带来的影响 深表歉意已经下架了感谢费模块 对此很多网友表示有话要说 有的网友就说了 这不就是变相收费加钱插队吗 也有的网友表示了 不仅美团别的打着什么调度费 高峰调价名义加价的各种叫车平台 其实也该被约谈一下了 好 以上就是今日热度榜全部内容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来联系我们 更多移动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客户端观看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 春运进入第11天 各地陆续迎来了客流的高峰 日前交通运输部召开发布会 介绍了春运服务和高速撤站并网工作的相关情况 1月10号至16号 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 共累计发送旅客4.37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2.7% 预计整个春运期间 全国客运量约30亿人次 与去年基本持平 预计节前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 腊月21至29 节后高峰为正月初二至初九 正月16至20提醒大家 妥善安排出行计划 发布会还介绍了2020年1月1号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和推广 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等相关情况 针对系统切换初期 少数地区出现的运行不稳定 收费金额异常等问题 交通运输部分别成立一对一的工作小组 指导帮助相关地区化解难题 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尽早尽快来解决 当前存在的问题 绝不给广大人民群众添堵 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 地处苏鲁玉晚四省交界 素有五省通渠之称 有句话说徐州通则全国通 作为国内第二大铁路枢纽站的 从这里出发的火车 几乎可以到达国内的任何一座城市 每年的春运 对于徐州的铁井来说 都是一场保障安全与秩序的大考验 今天是1月16日2020年春运的第七天 今天徐州站徐州东站 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五万人次 因旅客出行集中 请陆国的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安全 现在我们正在执法 你现在给什么 我有票有什么 警官也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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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我们要对你强制定谈话 你不能给我动来 你现在就要跟我们一起到禅使区 我不确定为什么要动来 你怎么的了 快点 快点 这要干什么 这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还没给我动来的 你还没给我动来的 你还没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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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你老子去老 给定 给定 你要挺胖 咱这胖好来 我带你跟我走 没有什么事 事不大 把胖的胖 如果你要反抗 我就给你 你还没给我动来的 你还没给我动来的 我希望我希望你还没给我动来的 到那个地方你给我甩起我 可以 到那个你给我甩起我 可以 不是你的胖你就拿 我喜欢告诉我 你哪个喜欢告诉我 他们没带东西 没带这个胖 他后来怎么 我就不知道了 上来就再报 我问这个胖 你没事 你买一线的 我收着了就不错了 买一线的时候 他们 他拿着要带着 他告诉你 让你去到那找一包 你就随便找了一包拿着就走了 是不是 不知道随便找 帮他告诉我 就这么帮我 就带着 谁告诉你啊 哪有谁告诉你啊 天空看得清楚楚的 什么时候告诉你啊 能这样 就这样 快起来快起来 你带我手机去 带我手机去 快起来 快起来 对吧 把手机去 到哪儿了 他不喜欢 我往后背 背壳 背壳 从背壳后面 背壳 你手背壳后面 用脏吗 什么叫用脏吗 背壳一下好吧 带着行李 你跟他到行李去去去 好不好 你跟他到行李去去 说一说 把那个情况 说明一下 然后那个 鼓烟 鼓烟 回来带着你去 好 我完美了 这是想不容易 这个车票呢 南家拿到徐州东的车票呢 没有 我正对着他 我说我需要补票 我说我需要补票 我需要补票 你需要补票 那里边有补票的人 你咋没看到 让我去 让我去 你是怎么从处长谷出来的 牵着别人出来的 我直接对他 我说他怎么出来了 我把铁鸭水 中备的我 我拿到去 我拿到家 站在来 中备的我 是吧 对 就我们到快儿所 睡啊 对 刚刚在出炭国发生什么事 把你带到快儿所来了 你自己讲一下 我没有补票出炭了 没有补票出炭了 今天是 筹票从哪里买到哪里的 从上来买到上 我们从上来买到哪里 现在这儿是哪里 徐州 在徐州 因为徐州 因为徐州 需要买不到 我这个不在城上 为那个立法院 立法院到徐州 徐州下城 他再拨 那你拨了吗 我没拨 其实说实话 就是 作为一个教训者 就是杨敬金 挑心啊 决心嘛 对吧 说实话 从南京来到徐州 那以后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一倍多 对一倍多块钱 所以不差一倍 有肯定 我说实话 你找我们俩第一次 进到地方来 我 我撑错过 你后果 说实话 我意识到后果了 但是 还希望 希望你们能够 爬上我面 希望能从小处理一下 但是我跟你讲啊 刚好在那个出炭口 是不是跟你说了 按照这样管理的权的话 因为你射先 投票 射先诈骗 那你口头上 都拍得出来 我怎么诈骗难过啊 啊 你诈骗的 叫诈骗挺我的 这个 我错了 你音乐怎么出发 我解释了 我解释了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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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讲事啊 今天是1月17日 今年春月的第八天 今天徐州站将会接送旅客 四万人次 行 那我让咱们过去看一看 好不好 咱们现在 你正好也打开用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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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的轮人是干什么来的 啊 到这 到这 你家里用的 你给你给 哦 这带什么用的 张修房 张修房间 哦 这你买的还是从哪里带的 是给你的 这人家给我呢 给你的 我告诉你 这水压了一罐 是不用携带的 哦 属于一南一爆物品 哦 这有这个一南一爆品 标志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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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瓶 12瓶 对吧 一南物品 如果你带上火车 你如果 在火箱里面发生了爆炸 或者 燃烧起来 这一节车厢 甚至一列火车的人 都要走 都要走 明白了吧 明白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携带的 好不好 好好好 没事 您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太大 这边要登记一下 待会儿你在这边签个字 你放弃了 好好好 谢谢 这边再 照亮 少了 都可以 老机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啊 合作用他们铁路部门 统一上交消毁了 好不好 没事 行 谢谢你来理解啊 理解 这个 这就理解 您的材料到二斗里 好好好 你帮我买一个 这个十号 不就选 好好好 是吧 二斗里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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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你看到什么东西 来什么东西 之前带到我们港银来给一下情况 今天又 什么时候都说了 三四年才吧 后来有呼吸过吗 没有 根据这个国家相关规定 在公共团队 你这个团队又有一种情况 我要对你这个人生点答 好吧 现在华里市场的东西先掏出来 人家这个物品先掏 配合一下 放那儿来 可以了吧 东西都掏出来了 一会儿 这么快 这里大家也能够也可以了 是吧 还好啊 挺不错的 来 叫我 什么时候的事 六年 十年了 还是不是 都不错的 都不错的 有小孩来的 有小孩是吧 有小孩是吧 两个小孩的 因为他早上有 这样你知道你的情况吗 你知道 亲子知道吧 知道 这有个大不群样 我老家是批桌的 我昨天到南京那边堵赵苗的 想我今天回来了 拿好啊 你把你这个手机拿好来 手机插票 东西都拿好手机插票 谢谢你平衡啊 走吧 还你们家是咱们云来了 Oder treating人银银银银银银 然后就是这个蛎 legislators 还有10分钟 又买 1252 对 又买个1252的那个 后来又到了阿姨哥 到时候插入探杆 看细点 如果这个人要这一趟没来 那瞎探杆肯定要来的 1252 1252的还有一个重点人看不然 通知人叫黎 黎的这个 黎什么 这个黎这个女 这个女 应该是个女的 应该也是 这是吃不扯的 他两个人是分开的 不论他来撒下关系 到时候看一下的 是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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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还有没有撒通讯针 或者其他人 他通讯针也要插他的 他可能这张 这张退票了 那应该是不错的 下午一会儿来再看那一趟车 这个 这人还 还比较可疑 对 明天还去 他明天还有到成都的车 到时候看一下 行 你 上十五 来 上十五 来 上十五 你这一键有吗 这一键 好 好 这两个 从这边七号车上 里边明天这么吓人 你们怎么吓人了吗 吓人了 吓人了 但是没有看见这个人现在 我们去闯上看一下 笑笑 你们那看一下呢 别露了 笑呢 人家都看下了 你怎么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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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边上也没有人 坐边上 你管我 我估计这环境 今天又没来 这机会是报下吧 没来 等着可能明天 这也去成都了 不是 等了 等了 来 没了 好 打下一把 好 辛苦 辛苦 那俩总在是吧 王淼 好 这有个事说一下 这个有一个重点人 那上来的 今天上来的有无起零 是他自己上上了吗 掌握就他自己 哦 目前是买的是 这个搞有无起零 5号车厢 你们看一下啊 后来我都反了你啊 这个人这么免术的 是 咱以前在上 边上的那个 咱掌握过他 哦 嗯 嗯 通时是 就是投手机 还是投钱 投的比较多 他有什么惯用手法吗 一般就是爬戒 爬戒 趁人躲啊 用你的手 啊 就是 对 趁人老手 是有你的手 对 天井 天井比较多 我看他身高不高 应该 对 新闻家的东西 应该他不干 他不干 应该再爬戒 是吧 对对对 长得比较有特色 这垂运了 可能是旅客人躲啊 是吧 这要不老手了 要开始啊 是吧 你们准备去 去去去去看他 跟上场去找他去 找不去 一定注意自行安全 是吧 先人和周边旅客的安全 我们都要保证 是吧 对 看着一样的 应该是个老手 对 老队 我们找我 老队是激进我啊 春运不仅考验了 公安部门保障安全秩序的能力 更考验着运输部门 公共服务和运输保障的能力 春运年年登场 却又岁岁不同 2020年春运呢 也有着很多新的变化 比如电子课票推广 一张身份证就能够走天下 车站加ETC 高速公路连成了一张网等等 下面我们来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程立更 程老师您好 您好 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新的趋势 和新的变化的 应该说一到这个年根下呢 春运是躲不开的话题 但是今年的春运 我们感觉到有很多新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感觉到 今年是一个很智能化的这种春运 像刚才你讲到的 一张身份证就能走遍天下 我们在整个出行 购票过程当中的这种智能和方便 就能体会得到 而我们在对春运的管理和安排上 用大数据和智能化的这种 分析和研判 也给我们的出行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这是一种变化 那么还有我们出行方式 也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我们现在的出行的运力增强了 因为我们公路 铁路 包括航运等等运力增加 还有很多人采取这种自驾出行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长途的这种 春运和迁徙变少了 就更多的是中进途 说明我们运输的方式多样 也说明我们今天 更多的城市发展好了之后 大家越来越近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调整变化 还有就是在我们 今年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春运每一个 在过程当中人的压力变轻了 为什么 出行更加便捷 就是我们在订年货和送年货的方式上 也有变化 比如网上下单 快递送到家里 不像原来第一个大包小包 也说明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和融合 这都是我们现代这样一个春运 或者春节期间的变化 我在想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未来的春运 还一定会陪伴着我们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 智能化的出行和智能化的管理 每个人都会用现在的手段 更科学地安排自己的出行 而我们整个社会管理的智能化 也使我们的管理的水平 跟能力加强 还有将来春运目的地的 这种丰富跟多元性 为什么 不一定都是回到自己的老家 今年就有这种反向春运 比如来到城市跟孩子一起过 还有人出国旅游 未来还可以有更多的目的地 和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当然 我觉得对春运跟春节的理解 内涵也会越来越丰富 比如说会不会有抱团式的这种 这个过春节 或者说为了实现一个什么事情 一个什么目的 在春节期间一定能够实现它 这样一个时间 一定是我们渴望的 亲情团圆跟温暖的 但是也一定是实现我们生活当中 追求美好的那一刻 所以未来的春运 未来的春节 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好的 谢谢程老师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日前 授余计划爱普工艺平台 正式上线 1月18号 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日前 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了2020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 本次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了2019年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方面年度统计数据 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40.1万件 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截至2019年年底 有效商标注册量达2521.9万件 同比增长28.9% 据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知识产权源头保护能力不断增强 知识产权政策更加贴合市场需求 下面进入法治素揽 一起来看看全国各地还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近日旅客陈某从南昌站乘坐动车时 发现自己放在列车行李架上的双肩背包不见了 于是报了警 为了能够得到警方重视 陈某谎称自己的包内有现金一万一千余元 并有手机黄金首饰等财物 总共价值一万六千余元 接到报警后 南昌铁路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杨某 并将其抓获 随后犯罪嫌疑人杨某因犯盗窃罪被南昌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而被盗旅客陈某则因谎报案情影响公安机关办案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近日快4668次列车在运行过程中 城景接到报警称 17号车厢旅客陈某酒后姿势 大声辱骂列车工作人员 影响周围旅客休息 城景立即赶赴17号车厢了解情况 此时已是凌晨1点左右 为了不影响其他旅客休息 城景便将陈某带着餐车进行进一步规劝 在餐车内陈某依然情绪激动 拒不配合城景检查 并在车厢内大声喊叫 辱骂工作人员 最终陈某因扰乱列车秩序 被铁路公安处以治安管理处罚 日前在内蒙古通辽火车站后车室内 旅客王女士遇到了一名中年女子 该女子声称 因被丈夫家暴要乘车回娘家 想要将自己手上祖传的一副 银手镯贱麦凑齐回家的路费 于是王女士花了200元 将一副银手镯买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王女士发现银手镯是假的 随即找到了车站执行民警报案 2020年1月12号 铁路警方发现卖手镯的中年女子 再次出现在了车站后车室 随即将其传唤至派出所 经讯问 该女子对自己多次将劣质手镯 谎称祖传手镯高价出售一事 供认不讳 目前该女子已被铁路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发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次 暖心护送 更多一栋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客户端观看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辉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